见过三个脑袋攻击力九千点的青眼揪戏龙 可你见过有无限大攻击力的巨神兵吗 在游戏王剧场版光之金字塔当中 卡牌的强大超乎你想象 三幻神之上还有更强的神卡存在 这部在2004年上映的游戏王DM剧场版 即使是在19年后的今天看 依然爆炸性十足 此时游戏抱着一堆千年积木的碎块 好奇心一下就上来了 它纠结中很快找到头绪 总算拼好了积木的大体雏形 当它将积木的最后一块拼上去后 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远在埃及的金字塔中 一个与千年积木形状一模一样的水晶 突然迸发出一阵强烈的光 光辉照耀之下 在金字塔内沉睡了几千年的阿努比斯木乃伊突然复活 而远在日本的游戏根本没意识到 自己的无心之举对世界造成多大的影响 它抱着千年积木开始许愿 说想要一个朋友 一只金光闪耀 从积木中忽然窜出一堆奇形怪状的怪物 所以这就是千年积木给游戏送来的朋友嘛 就连凶巴巴的栗子球都来凑热闹 游戏正在害怕 积木的光芒却越来越强烈 于是就在这样的时刻 王样闪亮登场 虽然是同一张脸 可总觉得王样比游戏帅气多了 王样大手一挥 所有怪物全部消失 游戏也恢复了神志 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可远在埃及的阿努比斯 却让整个金字塔陷入灾难 时间线跳转 此时决斗城市大赛刚刚结束 武藤游戏一战成名 不光赢得了三张神志卡 还成为了全世界的顶流小鲜肉 受到了孩子们热闲的追捧 可海马社长却一点也没闲着 他与武藤游戏的大战再次开启 这一次海马一定要打败三幻神 创造新的历史 于是他一出手就放出了三条青眼白龙 三条龙瞬间融合成了 拥有4500攻击力的青眼究极龙 海马随即又使出了装备魔法卡巨大化 让究极龙的攻击力瞬间提升一倍 现在9000点的巨型究极龙站在游戏面前 就问他怕不怕 怂不怂 可王阳还真是不怕 他冷静地看着海马 你以为就你会融合呢 只见巨神兵将天空龙和异神龙直接献祭 这下一个攻击力无限大的巨神兵出现了 偏偏海马还不信邪 妄想与巨神兵较量 结果被人家一招神手冲击波 给打得渣渣的不剩 还好这一幕只是发生在海马的超级电脑当中 他是在模拟与武藤游戏战斗的景象 眼看着一次次输在武藤游戏手中 海马气得当着弟弟的面 将科研人员全都赶了出去 觉得他们全都是废物 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一定要干翻三幻神才行 与此同时 贝爷正在安详地睡着 却不知道一个透明人 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他的卧室 透明人轻车熟路地打开保险柜 掀开皮箱 将一张邪恶之卡放进了贝爷的卡组里 而贝爷却完全没有查局 第二天一大早 海马就开着他超骚爆的青眼白龙号 来找贝爷了 既然这个硬卡的男人无所不能 海马希望他能开开挂 给自己造一些比三幻神更厉害的卡 可贝爷却顾左右而言他 劝海马人生的目标 不只是有眼前的决斗王 还有诗和远方啊 但海马大人既然来了 怎么可能空手回去 他即使已经通过公司的情报网查出 贝爷早就已经造好了更强大的卡牌 贝爷表示 卡牌我有 就是不能给你 因为你太急功近利了 不配拥有更高级的卡牌 海马当场就急了 提出要跟贝爷用赌牌决胜负 他拿出自己的老婆跟贝爷赌 如果海马赢了 就把贝爷的新卡拿走 要是输了 自己的老婆就是贝爷的了 贝爷一看海马认真了 自己也有点上头 他决定好好陪海马玩玩 于是两人的对决很快开始 贝爷出手就是曾经把海马虐哭的卡通世界 他召唤卡通双生精灵 然后扣卡结束回合 而海马则召唤X首领加农 随后扣了两张卡 也结束回合 贝爷发动魔法卡牌 让双方的手牌都增至六张 随后贝爷便启动魔法卡代价降低 海马看得一脸不耐烦 你这接二连三的骚操作 不就是想召唤黑魔岛少女吗 这一招我可不怕 贝爷表示你猜对了 于是黑魔岛少女闪亮登场 贝爷的这套老年卡组 虽然看起来画风与海马的完全不搭 不过效果可先可点 卡通怪兽居然绕过对方怪兽 直接攻击对手 海马结结实实挨挨了一下的同时 还损失了一张死者复生 紧接着贝爷便志得意满地 发动黑魔岛少女进攻 可海马怎么能在同一个坑摔倒两次 他启动陷阱卡 将诱导盔甲穿在了双生精灵身上 黑魔岛少女被诱导地 朝着双生精灵一度猛攻 不但打碎了双生精灵 还把贝爷打掉了不少血 这下贝爷都急眼了 他用海马的死者复生 将双生精灵复活 由于贝爷事先使用了降低代价 他随机又牺牲了自己500点生命值 用双生精灵做祭品 召唤了卡通青眼白龙 随机又把卡通恶魔召唤出来 现在有了卡通三剑客的贝爷信息满满 结果海马此时突然启动了魔法卡黑盒 黑盒的效果是舍弃一张手牌 然后从场上除外一只怪兽 贝爷以为海马是打算对自己的怪兽下手 但他想错了 海马舍弃了手牌里的外龙头 居然把自己的X首领加农除外了 随后他又使出魔法卡混之解放 将外龙头除外后 又召唤了Z金属履带 紧接着牺牲了自己一半的生命值 用异次元归还的效果 把X首领加农和外龙头召回了现场 这下XYZ齐聚一堂 海马终于使出了他的XYZ神龙炮 神龙炮一路索向披靡 将贝爷的卡通世界全部破坏 贝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贝一个个消失 自己也毫无抵抗力地被神龙炮轰倒在地 时代在变化 贝爷确实应该与时俱进了 既然海马胜利了 按照江湖规矩 海马就可以拿走贝爷的一张卡 但从不守规矩的海马明显不满足 直接从贝爷的卡组里拿走了两张 另一边成了决斗王的武藤游戏 成了知名人士 每天放学都会有不少人在校门口堵他 大家都想跟他一脚高下 顺手赢下他那三张神之卡 关键时刻还是城之内和本田靠谱 他们拦住了绝大部分挑战者 让游戏从学校后门撤离 武藤游戏和性子好像过街老鼠一样四处躲藏 他们莫名其妙地就跑到了一家博物馆 这里正在举行埃及文物展览 在博物馆里 性子和游戏看到了一个跟千年积木 几乎一样的水晶金字塔吊坠 看到了恶心巴拉的木乃伊阿努比斯本尊 性子吓得连忙推着游戏离开这个展厅 却不料两人刚走 木乃伊的眼睛里就发出了一道亮光 在另一个展厅 游戏看到了爷爷也在参观 爷爷此时正好站在水晶金字塔的展柜前 这个水晶金字塔被称为光的光之王象征 仔细看他的图像 似乎与千年积木刚好相反 难道他是与千年积木对立的存在吗 爷爷又带着大家回到木乃伊的展柜前 仔细查看木乃伊的棺果上写着的文字 光之王和暗之王进行战斗后 破坏之王将苏醒 而爷爷话音刚落 木乃伊的瞳孔突然发出一阵红光 随后游戏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在一刺圆中 他好像正在与海马决斗 一个狗头人身的怪人突然出现 一把提起了海马的脑袋 还说出了棺果上的话 就在这时候一阵玻璃碎裂的声音传出 将游戏惊醒过来 他缓缓睁开眼睛 才发现博物馆的木乃伊不见了 就连水晶金字塔也消失无踪 难道是木乃伊复活 拿走了水晶金字塔 游戏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便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结果刚跑到博物馆外 游戏就遇到了海马的弟弟木马 木马说哥哥正在海马乐园等着游戏 让游戏一定要带着三幻神去赴约 看样子海马真是打算跟游戏决一死战了呀 不过木马说哥哥变得十分奇怪 好像为什么附身了一样 游戏不由地想起了不久之前自己的幻想 想起了破坏这王苏显的预言 他心里生起不好的预感 因此马上上了木马的车子 这一幕刚好被城之内和本田看到 两人赶紧追了上去 游戏来到了海马乐园 他还特地跟王漾商量了一下 如果是邪恶力量控制海马的话 这场决斗还要继续吗 最后出来的结论就是 由王漾上阵战胜海马改变预言的未来 王漾来到了决斗大厅见到海马 果然发现海马的饮食不对劲 他告诉海马 这决斗有邪恶力量作祟 就算这样也要继续战斗嘛 海马才不管什么邪恶力量呢 他只关心王漾有没有把三幻神带在身上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海马立刻让木马将整个建筑的门全都关起 还好城之内和本田早就被木马放了进来 现在决斗开始 海马率先召唤亲善骑士进行守备 而王漾则召唤皇后骑士 释放皇后闪光剑 将亲善骑士一击击碎 可当亲善骑士在战斗中被破坏 会发动隐藏效果 双方可以从手中的卡中 直接召唤一只四星的怪兽 没想到海马的四星金属龙 竟然有2400的攻击力 简直跟真红眼黑龙的攻击力一样了 其实海马一开始打的就是这样的算盘 亲善骑士只是炮灰罢了 王漾这时也抽到了国王骑士 当国王和王后同时上场的时候 他还能从卡组里召唤出卫兵骑士 之后王漾扣了一张卡回合结束 可是海马也没有发动攻击 他一样扣了张牌结束了回合 这让王漾有点摸不着头脑 特意召唤出2400攻击的怪兽却不攻击 这小子怕不是有什么企图吧 为了保险起见 王漾献祭了三骑士 召唤出三幻神之一的奥西里斯 奥西里斯张开血盆大口 一道光束击溃了金属龙 海马率先掉血 不过他并不慌张 他抽出了魔法卡强制召唤 既然王漾藏着掖着 不肯将三幻神同时召唤出 那他海马就用强制召唤 将游戏的另外两尊大神也召唤出来吧 于是在海马的努力下 终于出现了三神降临的壮观场面 这回海马满意了 不过王漾却很懵 海马这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但海马早有准备 他终于发动封印神的光之金字塔 这张牌能将在场的所有神 都从游戏里除去 死牌一出 一座金字塔瞬间拔地而起 将海马和王漾同时困在其中 这就是传说中的光之金字塔吗 三幻神试图触碰金字塔 却被突如其来的一阵电流 瞬间击垮消失了 光之金字塔上 出现了一只赤红而不祥的眼睛 在金字塔外的人们看得浑身冒冷汗 在金字塔内 游戏的灵魂如遭雷击 被千年金木吸了进去 与此同时 金字塔外的赤红千年眼 也突然掀起一阵强烈的风暴 将看热闹吃瓜的城市内和本田的灵魂也吸了进去 随即金字塔向天空发射了一道幽蓝的光 被爷爷和姓子正好看到了 爷爷觉得十分不妙 那是烧尽古埃及的光 那光芒是为了制造更深的黑暗呀 此时王漾不知所措地抱着千年金木 大喊游戏的名字 可无人回应 游戏的灵魂被吸到了一个迷宫当中 他一扇扇地打开房门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而他心中给王漾的新知房间也消失了 难道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吗 游戏歇斯底里地大喊着 原本被吸入迷宫的城市内和本田正迷茫 这下听到了游戏的声音 两人又看到了希望 赶紧循着声音的方向找了过去 光芝金字塔中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海马发动旋风 破坏了王漾之前扣着的神圣防护罩 又召唤了黑暗小丑彼得 直接攻击王漾 黑暗小丑一个被刺 就把匕首刺进王漾的身体 王漾瞬间竟感到了真实的痛感 这什么情况呀 海马神清气爽地扣了一张牌 回合结束 王漾不甘示弱地召唤出魔党鱼武神 一招就将黑暗小丑打碎 海马也立时感到身体受到了伤害 虽然莫名其妙 但他立即忍痛发动陷阱卡 完全破坏灭绝病毒 这卡的效果十分霸道 不光从王漾的卡组中 随机选出十张卡放入墓地 进化之后的病毒连锁 还能不断地让王漾掉血 并且还能召唤另一个彼得 终于轮到海马的回合 海马一番操作后 发动了仪式魔法白龙降临 召唤了白龙之圣骑士 圣骑士使出了离子矛爆炸攻击 将魔党女武神直接消灭 而紧接着 海马用白龙圣骑士作为祭品 特殊召唤了青眼白龙 不过在召唤回合 青眼白龙是不能攻击的 海马扣了一张卡 回合结束 在迷宫里的游戏中漫无目的地走着 突然看到了王漾的身影一闪而过 游戏也没多想就追了过去 发现王漾进入了一扇门 结果游戏走过去就发现 里面放着很多棺材 阿努比斯的木乃伊正放在祭坛上 而王漾在阿努比斯的身边就消失了 就在这时 棺材盖突然纷纷掀起 数十只木乃伊从里面爬了出来 游戏下的扭头就跑 而木乃伊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时 城之内和本田也在四处寻找游戏 刚好遇到了游戏带来的木乃伊大军 城之内和本田下的赶紧扭头逃命 这时 爷爷和姓子终于来到了海马乐园 看到这个光之金字塔 也是吓了一跳 爷爷突然想起了之前木乃伊棺果山的预言 世界充满光的时候 破坏之王将复活 这光之金字塔也是预言的一部分 为了阻止预言实现 他们必须制止光之金字塔中的这场战斗 可他们的声音在金字塔里的两人完全听不到 目前正是王漾的回合 他使用魔法卡又支付了八百点生命 将魔导女武神从墓地复活 魔导女武神拥有魔导狮之力 如果场上有一张魔法卡或者陷阱卡的时候 他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就会上升五百 现在场上有两张卡 所以魔导女武神的数值可以上升一千点 紧接着 王漾又扣了两张卡 魔导女武神的属性又上升一千点 开了挂的女武神现在攻击力爆棚 他一招魔法冲击 就算青眼白龙也扛不住 但海马再次使出事先的陷阱卡 攻击诱导盔甲 将女武神的攻击诱导到彼得身上 炮灰彼得分一招击 最麻烦的是种族灭绝病毒是永久陷阱 每回合都会发动一次 王漾再次失去十张卡 彼得也再次复活 女武神折腾了半天 等于白玩 轮到海马的回合 他毫不犹豫地召唤青眼揪击龙 揪击龙一波攻击就将女武神打碎 于是王漾的生命值也只有1500了 游戏的身体突然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感觉到生命值为零的时候 他也会被夺去生命啊 此时在迷宫当中 游戏等人终于摆脱木乃伊逃到了悬崖边上 他们看到了那只血红的千年眼 城之内说 自己和本田就是被这样的红眼睛吸进来的 游戏突然想起了自己之前看到的预言 当王漾和海马战斗结束的时候 破坏之王就要苏醒 难道预言中的决斗就在眼前吗 从红眼睛里 游戏看到了王漾的生命值呈现出红色的光芒 每当他的生命减少 光芒就会流入木乃伊的体内 游戏决定再回那个装着木乃伊的房间看个仔细 王漾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他手里的牌也不到十张了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王漾先复活黑魔岛少女 然后通过闲者的宝石特招出黑魔岛 他随即将两个黑魔岛作为祭品 召唤出有三千二百攻击力的黑魔法神官 黑魔法神官的效果就是 木地里每存在一只魔法始祖怪兽 纠继龙的攻击力就减少五百点 因为现在木地里有三个魔法师 所以纠继龙攻击力一下就下降了一千五百 于是纠继龙一下被黑魔法神官的大火球击碎 下面轮到海马的回合了 海马竟放弃攻击 直接回合结束 他就想让王漾干掉彼得后 病毒发作将王漾的所有手牌都抽干 结果海马万万没想到的是 由于黑魔法神官的效果 彼得的守备力居然降到了零 黑魔法神官顺利将彼得击碎 这时候病毒发作又要抽王漾的手牌了 可黑魔法神官却挡住了病毒 王漾表示 黑魔法神官是最高级别的魔法神官 能让陷阱卡攻击无效并将其破坏 只能说海马还是没做好功课呀 再次轮到了海马的回合 他将究极龙复活 然后由究极龙当祭品 召唤出了最强的青眼光之龙 这光之龙就是他从被炎那里拿到的卡片其中之一 具有三千点的攻击力 而且在墓地里每存在一只龙的情况下 光之龙的攻击力还会提升三百点 现在墓地里有五只龙 光之龙的攻击力就是四千五百 而且光之龙还能不接受任何魔法陷阱的作用 也就是说黑魔法神官的减少攻击力 对他来说不起作用 光之龙的闪光攻击 一下将黑魔法神官击碎 可怜的王样生命之只剩下两百 他虚弱至极摔倒在地 他还有翻盘的可能吗 这时光之金字塔光芒突然暴涨 强大的力量让整个地面都为之震动 很快地面开裂塌陷 眼看就要波及到爷爷和性子他们了 好在被爷终于驾驶着直升机赶到 他放下软梯将爷爷等人成功救走 当务之机是马上制止决斗 上次海马从他那里拿了两张卡 但他新制造的卡其实只有光之龙一张 另一张必定是由黑暗力量产生的邪恶之卡 那不是他的东西 是有人故意放到他的卡组里的 可对此大家一筹莫展 金字塔内的人根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外人又无法闯入金字塔内 应该如何制止他们战斗呢 这时性子在金字塔红色的眼中 隐约看到了游戏 城之内和本田的影子 游戏三人正要回到木乃伊的房间 查看究竟 可跑着跑着游戏突然浑身乏力 迷宫内的光线也比之前更多了 想必王样的生命值已经所剩无几 等城之内和本田搀扶着游戏 来到木乃伊房间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就是所有生命光线 全都汇聚在阿努比斯的木乃伊之上 阿努比斯的骨肉已经逐渐长出来了 他们必须趁他复活之前干掉他才行啊 可到处都是木乃伊 他们根本无法向前一步 这时候阿努比斯的声音响起 他说这场决斗就是为了破坏之王复活 破坏之王会把黑暗毁灭 而游戏这些人 也必然会与黑暗的法老王一起消失 星子看到这一切十分着急 他知道 这红色的眼睛是连通内外的传送门 但如何能进去呢 突然 一股犀利从眼睛处传来 星子站在直升机上直面这股力量 果然 他的灵魂也被吸入了金字塔内 星子进入金字塔冲着王漾和海马大喊 现在立刻停止决斗 有人在利用海马进行黑暗游戏 你们进入圈套了 随后他又冲进迷宫当中 冲着游戏三人喊 你们还都记得我们私人制作的友情记号吧 无论何时 我们的友情一直同在 所以你们一定要尽快毁了阿努比斯的木乃伊啊 星子的话还没说完 阿努比斯就不干了 房间中雕刻的眼睛里射出红光 一下穿透了星子的灵魂 星子从天而降 掉落到一众木乃伊群当中 好自他常年跳舞柔韧性强 竟然一举踢爆了几只木乃伊 游戏等人一看星子有危险 赶紧冲上去救人 这些木乃伊动作缓慢 很容易打倒 可他们是不死之身 缺胳膊少腿掉脑袋 依然能满地跑 不过因为星子的这一出 游戏注意到说话的声音 正是从祭坛上 那只发光的眼睛处传来的 或许毁了那只眼睛 他们就能出去 在光之金字塔中 王阳用尽全力爬下来 他抽出了巨盾守卫者进行守备 这也只是拖延实境 在光之轮的闪电冲击下 任何怪物的守备都形同虚设 果然 巨盾守卫被击碎了 海马的回合结束 再次轮到王阳抽卡 王阳抽到了强域之狐的效果 这样他可以再抽两张手牌 王阳守备特招棉花球和精灵剑士 海马根本不把这种垃圾卡放在眼里 而王阳虽然卡不够用 可嘴炮却蓄力百分百 他告诉海马 这场决斗根本就是被人利用的 打到最后死的不只是王阳 就连海马也会死的 海马听懂了王阳的话 但他不愿意承认 这孩子从小就耗面子 怎么可能当着敌人的面 承认自己被利用了呢 他要将青眼光荣的全部力量都发挥出来 给王阳看看 自己是如何堂堂正正地赢过他 成为决斗王的 海马脑海里此时传出了两种声音 一个陌生的声音 一直蛊惑他打败王阳 成为光之王 而另一种声音 就是我海马世界最牛 是绝对不会被黑暗力量所利用的 海马就在这两种声音的斗争中发了招 没想到 他随即就让青眼光之龙 使出了闪亮新星 要拿青眼光之龙当忌体 摧毁场上的光之金字塔 强大的蓝光过后 青眼光之龙消失了 可金字塔手牌居然完好无损 那个一直蛊惑海马的声音 终于自爆家门 他就是阿努比斯 他要毁灭黑暗之王 成为破坏之王 随即游戏梦里的一幕发生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狗头出现在海马身后 他抓住海马的头 将它提了起来丢在一边 海马晕了过去 而阿努比斯却冲着王样大喊 好久不见呢 黑暗的法老王 我今天就要亲手干掉你 跟你的躯壳一起死在迷宫中吧 王样怒斥阿努比斯 从前的恩怨我已经不记得了 但我是在为我的伙伴和我的对手在战斗 可死了几千年的阿努比斯 才不会因为这几句话就动摇 在光之金字塔发动的时候 就会从他的秘传水晶金字塔中 召唤出制裁之神兽 阿努比斯念出古老的咒语 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缓缓靠近 一团团污渍从阿努比斯手中涌出 终于 阿努比斯大吼一声 斯芬克斯和迪雷亚两只怪兽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迪雷亚一个猛爪 就将精灵箭矢撕成两半 斯芬克斯一记狮子吼 也将棉花球打碎 王样还要失去斯芬克斯 攻击力一半的生命值 现在 他只剩下100点生命了 而此时王样手里的牌 除了一张扣着的 就只剩一张手牌了 这两张牌 一张是二重魔法 一张是手扎兑换 情况似乎已经绝望了 在迷宫里 城之内他们已经被 木乃伊团团围住了 唯一能活动的 就是游戏 城之内他们让游戏 赶紧去毁了祭坛上的红眼睛 游戏鬼使神差 推开木乃伊的棺果 从里面拿出一把匕首 朝着眼睛扔过去 没想到 竟然真的把眼睛砸了 光之金字塔中的阿努比斯 整个人开始发抖 光之金字塔那张牌 也失去了光辉 王阳趁机启动二重魔法 舍弃自己一张魔法卡 选择对方目的的 一张魔法卡为己所用 王阳随即选择了 死者复生这张卡 将青眼光之龙复活 光之龙一声怒吼 攻向光之金字塔 卡牌应声而碎 斯芬克斯和迪雷亚瞬间消失 而在迷宫里肆虐的木乃伊 一刹那也都消失殆尽 巨大的光之金字塔碎裂成渣 阿努比斯还不甘心 他召唤出了安德鲁吉尼斯 那是一头长着双头的怪兽 阿努比斯手握水晶金字塔 为安德鲁吉尼斯输送力量 一时间就连王阳胸前的千年积木 都光芒大作 无论黑暗还是光明的怪兽 都涌入了安德鲁吉尼斯的身体里 他的攻击力 居然一路飙升到了三万五千 反正现在王阳已经没有怪兽了 阿努比斯觉得自己闭着眼也稳赢 结果王阳提醒他 自己还有一张盖卡 而海马也盖了一张 他赌海马的卡 一定是用来得到三幻神控制权的 王阳预判了海马的动作 所以他提前扣了一张一词原的归还 这样在场上只有海马那张卡的时候 他就能把海马的卡 变成自己的卡使用 于是王阳成功召唤三幻神 阿努比斯只能好好承受神之怒火 三幻神合体 使出纠结的铁锤无限神冲击 一下就把安德鲁吉尼斯打得粉碎 就连阿努比斯都没逃过神之怒火 被烧得明明白白 水晶金字塔也彻底粉碎 阿努比斯变成一颗漆黑的珠子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灾难过去之时 珠子突然快速地旋转起来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狗状怪物出现了 这就是阿努比斯的真身 阿努比斯终于不耐烦 跟小孩子们玩卡牌游戏 开始攻击人类的真身了 在他面前 任何卡牌怪兽都变得不堪一击 连整个海马乐园 都在他的力量下逐渐坍塌 被爷的卡通怪兽 勉强支撑住房子 他让大家赶紧逃出去 关键时刻 海马终于醒来 扔给游戏一张卡 游戏与王样随其合力 再次呼唤出青眼光之龙 虽然光之龙在阿努比斯面前 显得十分瘦小 可是他身上凝聚的是 强大的友情之力 阿努比斯的火焰 根本无法伤害到他 光之龙甚至打开了 一个光芒防护罩 将阿努比斯罩住 开始净化他身上的邪恶 阿努比斯身上开始燃起火焰 最终融化成一滩污泥 彻底在世界上消失了 而光之龙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也随即消失 海马知道自己是被阿努比斯利用 他诚恳地对游戏道歉 总有一天 他会用自己的力量 来超越游戏 成为真正的决斗王 爷爷觉得自己对不起游戏 正是因为自己将千年积木 交给孙子 才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可游戏却说 正因为有了这个千年积木 自己才交到这么多的朋友 所以自己无怨无悔 我是黑白 下期见